第一个测试 医氧化碳检测 但是我们今天了解的是 慢阻肺的高危风险是否存在 那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医氧化碳值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慢阻肺的最大的危险因素就是吸烟 香烟不完全燃烧 就会产生这个医氧化碳这种有毒的物质 当吸入的时候 就会存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和我们的血红蛋白结合 形成这个太阳血红蛋白 如果你吸入的越多的话 你这个血液里的医氧化碳就会越多 你呼出气也就会越多 但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那个患者自己报告的自己的吸烟状况 往往是不准确的 他们会刻意地隐瞒一些事实 所以我们就像交警一样 有一个很好的仪器 让你吹一口气 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抽烟 而且你抽烟是不是抽得很严重 这就是一个烟草探测值 如果这个值高 就说明你抽烟抽得多 也就意味着得上慢阻费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我们就可以请上我的同事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医氧化碳检测是怎么做的 掌声欢迎产医生 这个小仪器就是用来测试 医氧化碳 对 没错 怎么样来做呢 给我们演示一下 检查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让咱们的患者吸足一口气 然后屏住大概15秒钟的时间 然后把气吹到这个小管子里 就可以知道你的气道里边 医氧化碳的含量 那我们看一看各位的体内的 医氧化碳值会是多少呢 张嘴 咱们吸一口气 好 吸气 对 吸足一口气 然后屏住 非常好 大概15秒钟的时间 坚持一下 非常好 9 对 屏住气 屏住气 非常好 12 13 好的 屏住 14 15 好 来 吹气 往管子里吹 好的 坚持吹 坚持吹 坚持一下 好了 张开嘴 休息一下 可以了 看你紧张的 我没错 我没错 没错 吹气 对 慢慢地吹进去就可以 来 吸气 慢慢地吹气 非常好 吹 非常好 坚持 坚持吹 好 辛苦柴医生 谢谢 究竟谁的体内的 一氧化碳值是超标的 也就代表着你们 吸烟锡太多了 更有可能 有慢足肺的风险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王老师 十一 连续 九 零零 六 原明 四 那这个数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周主任 这个检测数值呢 跟你的吸烟量呢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如果你吸烟 吸得越多 然后你最后一根烟 吸得离这个检测的时间越近 这个数值呢 往往就会越高 一般我们认为呢 无以下的人是 可以认为他是非吸烟者 原明呢 是不是这几天为了上节目 所以刻意地没有抽烟 今天上午就抽了一根 哦 如果你是六到十呢 就说明你肯定是 应该是吸烟了 而且呢 是一个比较轻度的吸烟者 所以我们有两位嘉宾呢 林林和连续 对 吸烟 但是吸的可能不是非常的多 对 那么如果你的数值在 十一到七十二之间 像这个老先生一样 那么他的吸烟呢 可能就是一个中毒的吸烟者 说明他的吸烟量呢 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第四个结果呢 如果你大于七十二了 说明你跟抽烟没有关系了 你的氧化碳多 是说明你氧化碳中毒了 煤气中毒了 对 煤气中毒了 那就应该马上去抢救了 不是吸烟的是 咱们就先从最重的 王老师开始说起 王老师刚刚您的数值是十一 十一是到了第三个等级了 是重度的吸烟了 所以我得问问您 您之前抽多少烟 现在还每天抽多少烟 刚开始抽的少 大概一天能抽一包吧 到现在呢能抽半包多 但是要大家凑在一起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无论是根数 还有您的这个烟灵 恐怕您的吸烟指数 都是高高在上了 是 高不下了 我已经到了十一了 那再来问问连续 我现在基本上是两天到三天一盒烟 一天大概在七根左右 那抽烟抽最多的时候呢 一天得抽个两包 不过好在是现在吸烟减少了 对 就是这个烟你现在是每天抽七到八根 但我怎么还看你平常还拿一个电子烟呢 那个应该不算吧 那也算呀 但我要那么算的话 那个电子烟我基本上一天也得七八根 我要再加那七八根基本上也得一盒 所以看你现在的这个刚刚数值是多少来着 九 九 我也对 临界值了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现在抽电子烟 电子烟如果抽得多的话 会引发慢足费吗 很多人会存在误解 说我抽香烟会得慢足费 但抽电子烟不会 其实这不符合事实 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医学证据显示 你抽电子烟 同样会吸入很多有害的颗粒物 同样会得慢足费 所以就是吸电子烟的那个烟的数啊 也得计算在内 那个也是会伤费 会引发慢足费的 那就得十二三根了 反正也悬一悬一包了 一包二组之吧 所以你以前抽的这个根数就多 现在呢一点都没减少 所以你看你的这个指数就是到了九了 也是很高了 其实本来是想拿电子烟 借这个卷烟的 后来也不怎么弄弄的 就这个也得抽着 那也得抽着 他还得有个对 哗嗒地抽他才好玩的 其实最近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有一个18岁的少年 告了这个电子烟生产的公司 他的肺功能 大概相当于70岁人的这个肺功能 所以18岁的年龄 70岁的这个肺龄 还有我们现在还知道一些电子烟 也可能还有甲醛这样的致癌的物质 所以你吸电子烟不光得慢足费 也可能致癌 而且刚才连续说的非常有代表性 就好多人认为我通过电子烟来脱离香烟 其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青少年就是因为吸上电子烟 所以它更容易接触到香烟 所以以后成为真正的这个烟民 所以电子烟的危害 还是被我们严重地低估了的 第一轮超标之后 我们紧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轮的测试 我们演播室准备了几根蜡烛 都已经点燃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肺功能测试 大家在家都可以自己进行 肺功能跟吸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吸烟越多 年头越长 你的肺功能可能就越差 也就意味着得上慢阻肺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这个测试是怎么样来做呢 这一共有四根蜡烛 两根蜡烛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十公分 最近的一根蜡烛 离你的嘴的距离大概是十五公分 深吸一口气 用力把一些蜡烛争取都吹灭 但如果你已经有了慢阻肺 可能你连你眼前的这根蜡烛都会吹不灭 好 所以这一轮吹蜡烛的实验呢 是要考验各位的肺功能情况 究竟如何了 行 来 谁先第一个来呀 我来吧 我年轻 自告奋勇 来 联系 我您边上该给您吹一根的 再刮起八级大台风 三 二 一 开始 好几口了 下一位 开始 你重新来 你酝酿好 你酝酿好 你再来一个 有事不要紧张啊 有事不要紧张啊 开始 你好好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为什么他能重追 我就 他才41嘛 对吧 再来 三 你认真吹了吗 我认真了 刚才王老师是吹灭了四根 因为他吹这都是一氧化碳 他高 一氧化碳不住人 所以就灭了 连续是吹灭了三根 三根 还留下一根 对 而圆明和李练 你们都是仅吹灭了两根 圆明我是给了你三次机会 你在第三次的时候 才终于吹灭了第二根 所以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这个王老师按说是 他抽烟的年头最长 抽烟的根数也相对那么多 但是他居然还能吹灭到最远的那一根 所以这不是跟他抽烟的这个相悖了吗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慢祖肺这个疾病啊 发生呢是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取决于自身的因素 就是你的基因怎么样 如果你基因好 可能抽烟的知数多年头长 也不太容易得这个病 那么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取决于你抽烟的量 所以呢这位呢 可能他虽然抽烟的年头长知数多 但他可能基因比较好 所以他现在的肺活量 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吹这个蜡烛是没有问题的 我吊的是丹田气 他学不会 我也吊的是丹田气 但是我觉得这测试对林林来说 有一点点不太公平 男的嘛 他肺就大 他当然肺活量就大了呀 那林林那小瘦弱的身材 那肯定肺也小啊 他吹的气估计就没有男的足呗 对 你说得很对 所以他是不能反映真实的一个水平的吧 没错 因为我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初筛 我们还有呢 更专业的肺功能检测的仪器 我们叫做肺量剂 那个呢会考虑到你的性别 年龄 身高和体重 我们再跟同等级别的选手去竞争 这样才能比出你真正的一个水平 这个肺功能检查 不但能判断你有没有慢足肺 还能判断你慢足肺 到底有多严重 所以我们下一轮呢 就要做一个专业的肺功能检测了 您先给大家来大概演示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检测肺功能 临床上检查肺功能的时候呢 需要把嘴包住这个口嘴 然后咱们的呼吸呢 全要在这个通道里面来进行 我会让病人呢深吸一口气 然后用最猛的力量猛地呼出去 对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 它的单位的时间内流出的气的气量 还有流速 就是听你的指挥就可以了 好 谁第一个先来 我先来 来 王老师 您先来做肺功能检测 身体坐直 把头抬平 好的 然后咱们手拿着这个手柄 好的 然后身体坐直 把它含到嘴里边 非常好 把嘴包盐 用这只手捏住鼻子 好的 在管子里边喘气 吸气 吸 吹气 一会儿我会让您做吸足一口气 猛吹的动作 而且要坚持到底 完全要听我的口令 好 来 吸气 吸 吸足 好 猛吹 坚持到底 非常好 坚持住 坚持 坚持 坚持到底 坚持住 非常好 坚持 坚持 继续吹 还要再吹一点点 太好气 再吹 坚持 坚持住 坚持住 好 吸气 吸 好的 沾个嘴休息一下 非常好您做的 什么感觉 王老师 好了 憋到 喘不上劲来了 好的 来 下一位 单天气上来了吧 这用不上单天气 坚持到底 非常好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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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一点了 坚持住 好 吸气 非常好 来 张开嘴休息一下 感觉怎么样 什么感觉 我都觉得眼前已黑 我觉得 来 下一位 林练 坚持到底 坚持住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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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马上就好 好 吸气 好的 来 张开嘴休息一下 拿一单架的 快点 晕晕 来 下一位 袁敏 坚持吹 再吹 坚持住 坚持住 非常好 坚持住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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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吸气 咱们得歇会儿 吃个体力活 还好吗 什么感觉 差点没气了 辛苦查医生 你觉得自己这个职会超标吗 超标 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我觉得挺年轻的 是吧 相对来说吧 那你分析王老师呢 王老师够呛啊 你得找个依据 为什么呢 王老师岁数大了 他阉龄长啊 凡是 我每次跟王老师见面的时候 就是 我抽烟的时候 一定有王老师 但有时候我不抽烟 我都没有瘾了 或不想抽的时候 王老师自己还去抽去呢 对 所以大家觉得 谁有可能结果是最理想的呢 这林玲可能是少点 因为她抽的时候准有我 但是她不抽的时候 也得有我 还真是那样 可能等我比王老师少一半 她可能比我少一半 对 我们整个想过来 所以林玲有可能是最理想的 这是大家的自我分析 那真实的测试结果 和你们想象的是否会吻合呢 来马上公布 各位的废功能检测水平 来看结果 连续气流受限 王老师正常 林玲正常 原名 气流受限 这因为我们俩胖嘛 不再这样呢 他刚才买了我半天 说什么 他抽象是有我 没他也有我 刀刀半天 他死个不正常 所以这跟大家想象的 并不一样 别了气了 袁明你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了吗 没想到过 这受限的说明是什么呢 我们测试的这个结果呢 叫一秒率 什么叫一秒率呢 刚才你们在做废功能的时候 让你们用力地吸气 吸足气以后 用力地在呼气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呼出去的最大的气量 我们叫用力废活量 那么在第一秒的 这个用力废活量的值 比上你整个用力废活量的值 这个比例呢 我们就叫一秒率 那么就像我们的房间一样 如果我们这个门越通畅 我们进出这个房间呢 就越自如 所以呢 你第一秒钟出去的人 肯定就越多 那么气管也是一样 如果你气管越通畅 然后你第一秒钟 吹出的气的量 占整个肺的这个 总的这个废活量的量 比例 肯定也就越高 我们这个比例是多少为戒呢 70% 因为我们第一秒呼气的量 不可能把整个的这些 几秒钟的量全呼完 所以70%就算正常 所以这两位呢 都低于70%了 所以我们就叫你气流受限 虽然70%是气流受限的介质 但是呢 60%到70%之间的时候 虽然你已经低于正常值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可能存在一些 实验的误差 或者你状态的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应该再找到医生 再找一个时间 再进行一个重复的测试 如果你几次测试的结果都是一样 都是小于70% 那很不幸 你已经有了气流受限 结合你的吸烟时 我们可能诊断你是慢足肺 如果我们哪位嘉宾的数值呢 是一次性地吹了就小于60% 那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翻盘的机会了 就是比较肯定的一个结果 你就是有肯定的气流受限 如果你又有症状 又抽烟 那你就是一个肯定的慢足肺的患者 等同于就是确诊了 对 没错 各位想去了解自己真实的数值是多少吗 想想想 想了解是吧 马上给大家来看一看 来看连续的 这个笔值 这是我们讲的70为戒 它已经是低于70了 应该是考虑有慢足肺的可能 但是呢 还没有小于60% 所以你还有机会再去测一测 如果你还是这个结果的话 那就应该是确定的 再来看圆明的 圆明气流受限的程度呢 也是比较明显 它是68 刚刚呢 跨过了这个界线 所以呢 我觉得它抽烟抽的不多 可以呢 接连以后再去做一个重复的检测 也许你不会进入慢足肺患者的这个门槛 所以通过这几轮的测试呢 我们还是要给出一个最终的风险答案 今天我们场上的四位嘉宾 究竟谁的慢足肺发生的风险是最高的呢 它是 连续 圆明 就别抽了 然后 这我就先琢磨怎么记 不过你啊 别记了 你小人常立志 记好几回了你 少抽点行吗 就是我再减一半 比如一天就五根 特别的揪心 我就说跟王老师比的话 可能是每天我抽烟量很少嘛 而且年龄的话比他年轻的很多 但是跟真正没想到自己这个得这个慢足肺的风险率这么高 这么大 这个 正去戒了吧 正去戒了吧 好像大家都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没错 戒烟肯定是第一位的 那除此之外呢 首先说王先生 虽然他现在还不是慢足肺的患者 但是呢 你确实存在这个慢足肺的高危的风险 那么再一个呢 听说您以前得过冠性病 放过支架 对 您要知道 这个放支架的患者 如果继续抽烟的话 还可能再出现心肌梗死 王老师 还是您脑梗过 对 脑梗过 那就更不要抽烟了 所以说虽然您不是慢足肺 也建议您戒烟 玲玲呢 您说您有孩子 是吧 对 几岁了 三岁半 三岁半 那还很小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果家里有人抽烟 你吸二手烟的话 你得慢足肺的风险也是会增高的 有一个人抽烟 你慢足肺的风险 就是正常人的1.8倍以上 如果有两个人抽烟呢 是2.5倍以上 所以说 你为了你的孩子 不得上呼吸系统的疾病 您也应该戒烟